美国和伊朗之间僵尸的关系已经维持了三个月了,外界都很担心鲁哈尼会受到生命危险,毕竟之前的萨达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 有相关媒体报道,鲁哈尼之前曾对美国表示自己会将石油运输重要海域保护好,因此美国就认为,只要将鲁哈尼屈服,那么伊朗也就会屈服。 最近一段时间,有相关的报道表示,美国派出了雇佣兵,偷偷进入了伊朗的国内,可能想要进行暗杀行动。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,美国是想要将伊朗的首领先拿下,伊朗的最高领袖现身表示,之前就不应该签署伊朗核协议,不然美国也不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。 不过,有相关消息显示,鲁哈尼早就留好了后路,要是自己出事了,就让内贾德成为下一任领导人。 因为鲁哈尼认为,他可以将伊朗带向更美好的未来,有相关人员也表示,内贾德可能会是最好的接班人,毕竟他是一个极度反美主义者,野心也一定是很大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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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